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夫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百威的天火 不过在开始节目之前的话 我要提一下 因为我的百威的OP的本体 被我完断了一个零件 我已经把它送给隔壁的小朋友 已经好几个月以前了吧 所以这一期的话 突然拿到这个天火 我没有OP 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合体 那实际上官方的模具 就是SS那一款 跟这个天火的合体的话 是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的 它的公差是不一样 有些零件无法组装 所以说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我将会把重点放在天火 的百威版跟SS版本 稍微做一点对比 如果你想看合体的展示 还有这个组合过程的话 这一期的节目 恐怕是没有办法提供你收看的 你可以直接跳出这个节目了 这款天火的包装盒 是一个扁长的 我冲拿到的时候 我觉得说很奇怪 天火怎么这么扁的盒子 能够装下去呢 原来它在包装盒里头 是把天火的肢解成数个零件 然后放在这个妥妥的 安全保护炮壳里面 而拿出来之后的话 就要自己做一些简单的组装 基本上并不困难 那我这边的话 就给各位做一个展示 就是说天火完全组合之后 并且将它的一些配件装上去 为了能够达成一个OP跟天火合体的完美造型 它还有一些多出来的配件 这些多出来的配件 在载具形态下 一样能够跟OP来做一个互动 做一个完美的组合 但是我这一款的组合并不完美 因为我手上这一款 并不是百威的模具 而是官方的SS系列 我的百威那个模具的话 有一个门板被我给玩断了 后来我就送给 送给隔壁的小朋友 他们就玩了 所以我手上拿的这一款的话 是官方的模具 而官方的模具的话 在一些零件的组合上面 是没有办法完成组合的 它公差是有一些落差的 因此我这个组合上去 你看我都是一个小型的端子 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这个状态下 并不至于说太离谱了 除了说这条弹夹之外 我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东西的话 从这地方拿下来 它这地方做一个组合 这块物件的话 我完全只是放上去而已 而它扣不上去的地方就这里 这个凸跟这个凸 这个要扣在这两个洞 扣在这个地方 我手边这一侧的话 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扣上去的 比较可惜 那它的另外这一门 的这个手炮的话 可以扣在左边或右边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属于它 跟黑鸟侦察机 没有使用到的流件的话 各位也可以见识到了 可以完美的跟OP 来做一个合体 那么再我们就看到 这个天火的本体了 首先的话 它的黑色部分 我觉得做的还是挺漂亮的 钢琴黑的质感 还是做的很好 后面的腰带的话 我看了一下说明书 应该没错的话 就往这扣下去 后面的话 这里多了一块零件 这个地方插在这里 主要是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组合的一个位置 比较让我觉得 这块部件 应该是正版 是没有这两片部件的 它的话 是直接扣在这个地方 那你一旦扣在这里的话 这个轮胎的话 就没有办法翻下来 就必须把它给推进去 那各位就可以自己做一个取舍了 它是用这个图 这个图去卡进去 这个形状里头 那你稍微对一下 把这个方形给卡进去 那它的一个 这个机翼的角度 就是一个限定了 各位看到这个底盘 涂装也是很不错的 那前面的起落架 也是有的 可以完美的平放在桌面上 由于后面这两个翅膀 是往下撑起来的 所以它的一个 降落的一个起落架 就算没有升起来 也已经有一个支撑的效果了 那我来对比一下 跟官方的模具好了 它还是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的 除了说本身 它是拆解组合上来 有一些地方有小小的改动到 比方说这个冠军腰带的 这个插的一个方法 跟原本官方的模具 看上去就不太一样 那后方的这个部件的话 这里的话 密合度比较差 它会自动去做一个 崩开的感觉 那从后面来顺便看一下好了 这个图状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呢 百味的版本呢 有上一个金色的点缀 这边的话则是没有 然后在这个推进引擎的这个部分 百味的话也是上了一个铁灰色 包括脚掌的部分 它配色也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整体上来说呢 还是百味的涂装来讲呢 是比较有下一点功夫的 你像这个都是塑胶的圆形色 而它的话呢 这是上了一层的银器 那以手指的话呢 官方版本这里有一个银色 金色的一个叉 穿在这中间的点缀 在百味方面呢 反而这个地方就不见了 还有一个地方啊 也是官方比较胜出的地方 其他的额头上有一些标记 不知道是赛星文字还是什么 而这个部分呢 在百味的头上呢 却反而没有了 再来是原本官方模具的 胡子上面有一些干刷 百味上面也没有 导致于说呢 这两张脸孔看起来的话呢 其实官方的感觉会比较老一点呢 就有旧化看来就比较老吧 是吧 那这个胸腹的话呢 差别的话呢 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比对好了 这个是官方的胸口的话呢 只有黑跟灰 肚子的话呢 只有银跟灰 而这一款的话呢 则是在胸口的部分呢 多了很多细节的一个涂装 包括在肚子的部分呢 这个地方 它是一片的灰色 而这个百味的话呢 这多了一些 也是金色的线条的点缀 斧头的涂装呢 也不太一样 原本官方的模具的话呢 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塑胶色 塑胶色配一个银色 而百味的话呢 则是整个肚上的一层的 一个像是香槟银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再做出更亮的一个亮金色的感觉 整体来说吧 百味的版本的话呢 显得更加的光鲜亮丽啊 那官方的版本的话呢 则是头上的这几个符号呢 算是胜出的地方 那至于这款玩具的优秀的话呢 已经也不用我多提了啊 它身上的可动的话 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 头部的话呢 左右动啊 但是呢 360度的转动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啊 这感觉有点 有点 有点 猎奇了 我不会转到 半天转不回来吧啊 手臂的话呢 也可以360度的转动 平举也是有可动的 那斗肌可以转动 拳头可以转动啊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双动关节啊 可以这样子折上来 手杖的话呢 可以安插在手的中心 也可以安插在侧边 你也可以拿起来啊 像是要敲人一样的感觉 腰身的话呢 就没有腰部了啊 脚 这里有一个齿轮关节 这里的话呢 是一个双动关节 非常响亮的一个声音 脚掌有一个接地啊 那站的时候呢 我的习惯是把它蹲到最低了啊 这里有一个弧形 我的习惯呢 是让这个天火呢 站到一个最 最矮小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又有一个像是 勾搂的一个老人的样子啊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站立的动作 整体来说啊 这个当作是 单纯的一个黑鸟侦察机 变形的一个老头机器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即便你不合体的话 它的一个把玩性呢 还是非常高 那由于呢 我们有这个OP的本体呢 可以给各位做一个合体的展示 所以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